双子星弊案 延烧超过了半年 检掉昨天将涉案的市议员赖素如 连同太极双星负责人陈宏道等三人 以收贿 行贿等罪名起诉 而今天早上将赖素如还有陈宏道 以审台北地方法院 穿着紫色上衣 戴着眼镜 容貌有些憔悴 市议员赖素如遭到羁押将近四个月 25号检方以收贿和财产来源不明等罪 起诉赖素如 26号上午赖素如和太极双星负责人 陈宏道以审台北地院进行分案抽签 我们这个是属于重大社会的 矚目的贪污案件 因此就由普通庭的法官来承判 抽签结果由河谷受理审判长林慧霞 受命法官周玉琪 配身法官姚念慈 清一色女法官 赖素如被控收贿100万元 护航太极双星公司得到标案 检掉发现太极双星负责人 陈宏道 董事贾二庆 以及担任白手套的彭建民 涉及行贿一并起诉 长期监听发现他们以大小姐为代号 指的就是赖素如 所以却准备好了 只等大小姐发动 检方还查出赖素如利用助理银行账户 存放600多万元 却无法交代来源 犯了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26号下午将召开已审庭 因为侦查告一段落 赖素如和陈宏道有可能重获自由身 邮电TV引得越武配如台北报道